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妃来到孝贤皇后生前住过的长春宫 发现里面陈舍依旧 知道皇上心里还放不下孝贤皇后 令妃把婉萍单独叫来 让她帮忙整理抄录皇上多年来 写给孝贤皇后的记文 提醒她可以趁此机会得到皇上的恩宠 婉萍权衡再三 只好答应下来 经过婉萍的不懈努力 终于把记文整理成册 她首先交给景色 景色第一时间交给皇上沈月 皇上对婉萍的全权之心大加赞赏 景色提议给后宫嫔妃每人发一色 皇上满口答应 还要发给王公大臣 让他们学习孝贤皇后宽厚仁爱 勤俭节约的美德 皇上让景色和永齐去办此事 随后皇上来看婉萍 婉萍受宠若惊 小心刺后皇上当晚留宿在她的宫中 如意隐居易昆宫不问世事 于飞向她讲述了婉萍得宠的全过程 还拿来那本记文册 于飞觉得此事有蹊跷 于飞断定是令妃在背后支持婉萍 趁机离间皇上和如意的关系 于飞劝如意向皇上解释清楚 庆平公开向仲嫔妃诋毁如意 还大肆宣扬孝贤皇后的各种美德 景色听到这些心里美滋滋的 云角帮永齐包扎伤口 再次提醒她要明哲保身 不要和如意过分亲近 以免招人非议 失了皇上的宠爱 永齐很生气 不许她再说这些挑拨离间的话 如意送永齐去上书房上课 正好皇上也来看望永齐新患的师父 如意躲闪不及 不得不面对皇上 婉萍在半路拦住如意 连连解释自己是无心之举 没想到给如意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如意理解她的迫不得已 婉萍声称是令妃交代的 也是为了让她得到皇上的恩宠 她真诚的向如意赔礼道歉 可如意早已不在乎这些了 时间转眼到了夏天 又到了一年一度 皇上寻幸木兰的日子 太后提醒皇上 放出被禁足两年的玉妃 以安抚克尔进步 皇上让令妃打点后宫女宣 随行事宜 玉妃被解禁 还获准随行去木兰 令妃趁机提醒 挑拨她和如意的关系 让玉妃时刻记着自己的仇人 皇上带着各皇子去狩猎 他们骑马奔驰在茫茫的大草原 各个奋勇成仙 收获颇风 皇上设立头黑熊 把熊胆送给太后 熊皮送给令妃做褥子 皇子们也都有所收获 皇上心情大好 决定今晚设宴 好好庆祝